這幫油門 你是要去哪裡啊 前方轎車速度互快互慢 引起遠景注意 你裡面的人 不知道 你多少 喔 遠足車 駕駛下車坦承酒駕喝很多 酒測值高達1.17 被當場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愛車也被帶為保管 同行的兩名乘客 也要連坐罰6000到15000元 淋酒又騎好了 事發在台南京華路 沒多久又有一名男子被攔茶 居然是剛才酒駕車的乘客 疑似不滿朋友喝酒被抓 自己也要挨罰 居然偷警用安全帽 鬼鬼祟祟拿去巷子花圃丟棄 做壞事不安心 又繞回來要物歸原位 想想不甘心 用手抓了一把土 撒進安全帽裡 你敢抓一個 離譜行進全被監視器拍下 遠景尋線找人 逮到這名酒駕犯案男 裝傻想躲被遠景抓包 另外騎污損安全帽的部分 也帶回依社會秩序為無法 妨害公務罪前就班 何朝芒連站都站不穩 還危險駕車 不甘心被抓 故意弄髒遠景安全帽 奇葩行進 連遠景都搖頭 記者賴冠章 蔡聰吉郭一貞 台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 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